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点是潮州的风格 因为我用新鲜的薄荷 新鲜的薄荷来做 新鲜的薄荷叶 薄荷叶 再好的薄荷叶 这个是新鲜的薄荷叶在我家里种的薄荷叶 还有葱 葱 基本上人才留在这里 好 我们有薄荷叶 有葱段 有薄荷来炒的 新鲜的薄荷叶 葱段 你看 葱段 这个很合肥的菜 很容易做的菜 还有呢 一点点红椒 一点点奶干 让你干 各位看看我怎样开那个红椒 你看 一 放在这里 你看看 一 看看 一二三 一二三可以了 一滚 它就切出来了 还有呢 你切的时候呢 可以切得好看一点 这个呢 是切得好看一点的 鑽舌形 全部鑽舌形 炒起来的都特别好看 你看 还有那个中午菜大的好处就是 因为这个比较大 所以呢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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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块你看啊 看住 在这里 你在这里 就是这么巧 很简单 跟变魔术似的一拍一响 这个辣椒就到盘子里去了 你看看 多薄 我就让你看看多薄 哇 这个这个呢 比较难切 但是呢 刀粒的话也可以切得很薄 你看 这个是胡萝卜 嗯 胡萝卜 你看看 让你各位看看 多薄 哇 这个胡萝卜 胡萝卜其实挺硬的 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其实挺难切的一道菜 是 还有 这个也可以切得很薄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新鲜的蘑菇 新鲜的蘑菇 郑老师 一个蘑菇 你能切这么细 我切得这么薄的 等一下 真的非常薄啊 我现在将这个烟一烟 用蘸油 蘸油 蘸一烟 蘸油 好的蘸油 那市面上呢 有很多不同的蘸油 北方人很喜欢用老抽 用老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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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呢 你可以用生抽 这个是 发酵两次的 这个市面上可能是比较贵一点的 这个是香黄 就等于是发酵了两次的 我们呢 一点点小新的花雕酒 一点点花雕酒 小新花雕酒 花雕酒 花雕酒 可以拿来将那个水分锁住它 炒的时候特别的好吃 特别的嫩 特别的滑 包住这个鸡肉 变得又滑又嫩 现在爆炒 我们现在要爆炒 哦 爆炒 爆炒呢 用最好用的是 那个能够内温的油 就是茶素油 哦 又是我们的这个茶素油 它呢 在那个可以高温到 最高温的是480度 华氏 无烟 通常的油呢 尤其是那个橄榄油呢 它们大概345度已经冒烟了 那是480度 哇 480度 所以呢 这个油很好 还有呢 这个油呢 很多维他命E啊 维他命A啊 很多很多 很可爱 还有呢 Anti-Occident 这个很好 我烧得很热 广东话就是说 芒果 腰腰 锅要很热 热了之后才放油进去 所以就是热锅冷油 不知道去那个冒烟了 所以呢 就影响那个油的功能 你看 刚刚两茶匙 还有呢 我将一个鸡放去炒一炒 对 刚刚腌好的鸡 然后就放入锅中 最好在家里呢 大概腌大概 要炒有点重要 我用很小油 你看 用很小油 然后 先将一个鸡呢 煎一煎 对 我们在家里面自己做的时候 可能这个烟机 可能时间要再多烟长一点 所以你可以大两个小时左右 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烟机时间 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烟机时间 就更好 更嫩 更多汁 煎了一遍 翻过来 你看 煎了之后呢 感觉是这样的 你看 你看看到 煎好的 可以看到煎好了 对 把它煎了有一点金黄 橙色 有点金黄的颜色 是的 最重要的是 这个油呢 这么高温都不会冒烟的 所以我比较 比方 都但是健康 重要是爆炒的时候 会有的比较好 除了健康 因为我们的Omega 3 6 and 9 这个是很健康的 好好用 你看你看 你看 哈哈 差不多 大概是要炒的几分熟呢 是要把它炒的不用太熟 对 差不多 因为我们还要放其他东西进去嘛 这个 我让你看看这个块 你看看 金黄色的 哇 这样呢我们才放其他 原材料进去 有薄荷叶 有那个 蒜油 很多很多 你看这个蒜油 你看 你看颜色 五彩纷纷的 对 非常漂亮 还有呢 一点点料酒 一点点料酒 最好是这样放进去 不用太多了 锅就烹香了 一点香抽 多一点大 麻油 嗯 这样呢有蒜的香味 有薄荷叶的香味 薄荷叶的香味 你看新鲜的薄荷叶 然后再放一点薄荷叶 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 把个工夫欠 一点点的生粉 一点点 一点点的生粉 很简单的 我基本上 鸡大概百分之三十 其他的 普通是酥菜 所以这个菜锅出来呢 真的很正常 上菜 出锅了 你看看 上菜也很特别啊 然后我放在这里 这个菜 每个人在家里都可以做 所以我经常每天在说 You can cook so can you 你看 可是你那拆机 观众朋友估计就拆不了了 哈哈哈 基本上 你看 你看 多好看 你看 这个很漂亮 鑽石形状的红椒 是 红椒 上菜的时候 最重要是点灼一下 所有的好餐厅都会这样的 有一个人呢 专门是这样 这个 菜品把它摆一个造型 摆盘也是很重要 摆盘也是很重要 还有呢 这样 最后 最后 就是 将那个薄荷叶 将那个薄荷叶 炸香了 放在上面 这个是 哦这是 油煎过的吗 炒猪 是煎过的 哦 你看看 所以这个薄荷叶还要拿这个油 先煎一煎 把它煎成脆脆的 然后再摆在这个鸡的上面 是 很出名的一个 潮州的做法 蒜香薄荷鸡 嗯 这个呢 在家里呢 每个人都可以做 你看 所以呢 做菜 其实最重要的是 用心去做 嗯 行当初状人 用心去做 他每个人都会成功的 是 新鲜的薄荷 再放在上面 新鲜的薄荷 炸香薄荷鸡 鸡 你可以用鸡 你可以用牛肉 可以香 都可以